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学习遇到困难的时候 到室外 散散步 跑跑步 或者打一下篮球之类的 都可以呀 嗯 说得对 这样你就有良好的心态去面对学习了 嗯 那你就可以自豪地说 我既玩了又学习了 这确实是一个好方法 哦 对了 看动画片的时间已经到了 嗯 是啊 那咱们就一起来看精彩的动画片吧 啊 我都学习了 来吧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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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на啦啦啦啦啦啦 啊fr 他肯定有什么好事情了 哎呀 猫大哥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啊 鸡大婶说 下个星期咱们又有表演的机会了 我想先来和你练练手啊 好啊 我可是明星学院正式学员的第一提名人选 你可别有心理压力哟 不要以为上次挑战失败了 我就会轻易认输 说不定第一个成为正式学员的是我 少大话了 我们打个赌如何呀 赌就赌 那就赌谁输了就为对方打洗脸水半个月 怎么样 谁怕谁呀 赶小猫接纸 据可套消息 迈国贼潘小梅潜入马克拉巴城无谋照样 可可以被戴神枪 潜入马克拉巴城 将潘小梅多拿归院 是 我蓝小猫致影双全 有了这把神枪 不能抓不到潘小梅 太白一封 巴黎的春天 看纽纽约的秋天 这不是远道而来的蓝小猫大侠吗 欢迎欢迎 你是 首先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飞米小胡 是这儿的店主 近日一届英雄果然不同凡响啊 过奖了 我只是喜欢见义勇为而已 我最崇拜你这种英雄了 而且我还听说你英勇生活 真是很仰慕你的风采啊 既然你是我的粉丝 那么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没问题 我可是包打听啊 潘小梅 打听我 可不能让他看出来 有点似乎没什么印象了 是新来的吧 我只是随便问问而已 对了 你这儿的生意还好吧 一般般 你吃点什么呢 来一碗肉丝粉 这就是传说中有名的世界 还有什么问题吗 麻烦你快点走啊 没什么了 我这就去 地上是你掉的东西吗 在哪 我怎么没听见 你怎么中枪了 我只是想试试这把枪 你想试试就跟我说嘛 这可是正义之枪 一开枪就直朝新术不正的射击 这支枪可是很神奇的 你别急啊 我给你找块 放个枪 你怎么了 又中枪了 这支枪叫正义之枪 精灵古怪 一枪前一枪后 专打邪恶之徒 这为什么每一枪都打中你呢 莫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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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潘小美 站住 潘小美 小龙哪 逃啊 猫大侠 别乱喊行不行 你弄错了吧 弄错 我这儿可有一些你的信息啊 信息 那可能是我的双胞胎兄弟犯的错 不是我呀 你可别吓我 我只是个开店的 你看 有证件 你还想狡辩 告诉你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你根本没有双胞胎兄弟 那也不能说我就是潘小美呀 这个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多的是 我真的只是个单纯开店的 啊 鞭 你接着鞭 告诉你 我懒小猫的眼睛可是雪亮的 再怎么狡辩也摆脱不了你就是潘小美的事实 快点交代 这个懒小猫还真不好骗 那好 我就跟你拼了 不错 我就是潘小美 马上送你上西天 看你还是赶紧投降吧 谁怕谁呀 蓝小猫 这下知道厉害了吧 潘小美 不要给你 放开我 放开我 别喊了 我看你还是乖乖的待在这儿吧 别动 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我不管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嗯 嗯 啥蛋 赶紧给我松绑 否则我会启动爆炸程式的 呀 我就不信你不怕 还吓唬我 潘小美 你别逼我 吓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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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小美 你再不忘了我 咱们俩就玩完了 不不不不行 那待会儿你又会抓我的 哎呀 不快放开我 凌晨 我也是一生糊涂 都怪我心疏不正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你大人又大量 还求你能原谅我这一次吧 为了这件事 真不值啊 连自己的鲜片都好不住了呀 还好称头好恐怖分子 这么脆弱 被一个音乐炸弹盒就吓倒了 抓这样的人啊太简单了 喂 潘小美 醒醒醒啊 小朋友们今天的动画片还不错吧 不过表演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是啊猫大哥 不过我们还是要有信心演好每一部影片 不怕苦不怕累呀 是啊后面的戏更加难演了 看来我还得多多锻炼才是 我们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 成为真正的卡通明星 好了 下面让我们来轻松一下 来揭晓上一期有奖竞答的答案吧 近年来 太湖和滇池等不过主要遭受了什么污染 正确答案是 一 蓝藍枣污染 小朋友们 你们答对了吗 别忘了还有丰富的奖品 在等着你们呢 好了 再给大家说说健康小口诀吧 饭前便后要洗手 生虚瓜果要洗净 是啊 现在蔬菜上的农药污染具有很大的潜在危险性 小朋友们 你们想知道农药污染的严重性吗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小动画片吧 农药污染 农药在防治蔬菜病虫草害等方面起着主要作用 农药的使用量也在迅速增加 农药分为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灭鼠剂、杀软体动物剂等 大量使用农药不但严重污染了环境 而且污染了蔬菜产品 人吃了受农药污染的菜又危害到了人体的健康 比如如果人使用被农药污染的蔬菜 在人体脂肪、人乳和血液中都能检测出有机率农药 这等于慢性中毒 人会引起疲倦、头痛、食欲不振和肝肾损害等 所以农药对蔬菜的污染具有很大的潜在危险性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清洗蔬菜可用清水浸泡 并且重复洗几次效果会更好 不要立即使用新采摘的未削皮的瓜果 尽量多洗几次或者浸泡一段时间再吃 这样就会尽量减少农药污染带来的危害 与此同时 我们最迫切要做的就是要加大绿色无污染植物的培植 这样就能从根本上让大家都过上健康无污染的生活哦 小朋友们精彩的动画片看完了 知道了农药污染的严重性了吗 下面我要出题目了 知识有奖劲吧 以下哪一种药物对蔬菜的污染具有很大的潜在危险性呢 一 农药 二 尿素 三 磷肥 知道答案的小朋友 请赶快拨打了猫快乐热线16899199 我们有丰厚的奖品等你来拿哦 嘿 小朋友们 精彩的动画片看完了 知道了农药污染的严重性了吗 下面我要出题目了 知识有奖劲吧 以下哪一种药物对蔬菜的污染具有很大的潜在危险性呢 一 农药 二 尿素 三 磷肥 知道答案的小朋友 请赶快拨打蓝猫卡通乐园11696200 我们有丰厚的奖品等你来拿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